蓝友们大家好,我是蓝花又一开 这期视频想跟蓝友们聊一聊连拌蓝的蝶花 今天一共给蓝友们准备了三个连拌蓝的蝶花 蓝友们这个时候,就是夏季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多方面的去了解一些花 然后千万不要着急入手 这个时候季节比较热 但是尤其今年连拌蓝又是比较热门的花 所以我们就是多听听多看看 然后蓝友之间相互总结一下 有的时候千万别看图说话 有比较容易那个买的到手了 开了花不是自己心仪的那个样子了 第一个跟蓝友们聊一聊连拌蓝的新海蝶 又名新海蝶,新红的新 新海蝶叶姿是比较细柔的 它是这种半垂叶姿的 叶子特别漂亮 新海蝶它这个成苗以后 叶间是比较就是有这个扭曲的 也是它这个品种一个特性 然后新海蝶它这个叶片树 角这个正常的连拌是略微少一些的 它是有五片叶 一般连拌蓝要是有六七片叶的 新海蝶的话它成苗就是五片叶 新海蝶没多可着花二到三朵 它是这个水仙拌的 然后它的花拌是黄中透红的 中脉有红金 捧拌蛇拌是白底衬托 幽形的这个蛇特别漂亮 色彩十分鲜明啊 十分醒目 有如这个彩蝶飞舞啊 所以我们常说这个花如七名啊 我感觉新海蝶是不负其名的 它这个花开起来真的和它的名字非常配新海蝶 再下来给来友们介绍一个玉兔彩蝶 就这个玉兔啊 大概喜欢连伴的朋友哈 都应该是比较了解的 玉兔啊 它这个新苗在成苗之前直立性特别好 但是它这个成苗之后呢 就属于这种协力叶了 玉兔的花期是二到三月 花色艳丽 捧拌如蝶花 如玉兔的耳朵哈 就是来友们看一下那个图片哈 然后就是玉兔嘛 就是这样 它开的好的时候 那个捧拌特别特别的漂亮 就是叫它玉兔彩蝶 也是同样的花如七名哈 微妙微笑的十分可爱 但是玉兔的缺点就是它会常常的开飘 以至于一盆之内哈 如果出两杆花的话 可能一杆开的好 一杆就是开的就是平常的花 普通的花 就没有这个捧半叠花哈 我之前的玉兔开花的时候 就是这样 就是两杆花呀 一杆的话就是开出来这个叠半捧半哈 然后另一杆就开的是比较平常的 这可能也是种玉兔的一个乐趣吧 玉兔开飘的几率 要比正常的几率大的多 就是大概 我自己种啊 可能今年开飘 明年还开飘 也是它这个品种的一个特性 不然玉兔的话 也不会降价降的这么多 最后给蓝友们介绍一款连半蓝的蝶花哈 蕊蝶花 红满天 这个就跟玉兔就形成了一个强烈的对比 红满天是无论在什么情况下 怎样开都不会开飘的一款 红满天它是协力叶的哈 它们没租的话 哎呦 我这个红满天还出了一个叶叶 不知道蓝友们通过镜头看不清是不是 我这个手机像素不太好 刚刚发现它居然还出了一个叶叶 这个不是常有的事哈 红满天正常是没有叶叠的 红满天单出有五到七片叶 鞋耳不垂啊 就像我们常说这个公垂叶啊 然后半垂叶 红满天的叶子是鞋耳不垂的叶形 就是红满天 不论是草形还是开皮 都是无敌的 花期是在二到三月份啊 美感可就花二到三朵 花盖叶 花朵大朵朵如一 就是我们形容红满天的时候常用的一句话 就是花盖叶 这个花开的可以把这个叶片都覆盖住 花朵比较大 朵朵如一 为什么形容红满天的时候用到朵朵如一啊 它每一朵花开的都是一样的 不管你开几件花 每一朵花都是一样的 就是红满天这个品种特别稳定啊 还有另外一个连拌的星光灿烂 这都是在叠花当中开品特别稳定的 红满天的花它捧绊内呈现大块的红色 红块上面有一层细密的绒毛啊 那质感非常好的 色彩鲜艳却集中到它这个棚板上 红满天这个叠花大概有三分之二啊 它这个棚板上面有三分之二 是种大块红板非常的醒目 外三半白花带红与这个内棚啊 形成一个鲜明的对比 色彩十分的醒目 十分夺目 这也是我自己特别偏爱这个红满天的一个原因 大概所有连拌蓝当中啊 就是色花的话 我最喜欢的就是红满天 我自己也有几盆啊 当然这个不出红满天 因为你喜欢的品种啊 就是这样种栏花 有的时候人也是比较贪心 不管你有几盆啊 它开多少花都感觉不够啊 这期的视频就跟蓝友们分享到这里吧 希望大家能够喜欢我的视频 然后以后的视频当中 有机会的话 我再跟蓝友们聊聊其他的连拌 因为这两年的话 连拌也是比较热门的花啊 话题还是挺多的 希望大家能够喜欢我的视频吧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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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